今天我们来到了巧克力的生产客间 我们从2013年开始 就开辟了肥料环的新品类 到目前为止我们巧克力 已经出口到了46个国家和地区 其实每天抽检都抽检三次 我们来看看这个肥料 看一下那个颗粒均匀不均匀 外面就是喷着一层牛状素 2013年巧克力开辟了肥料行业的新品类 颗粒水溶肥 到今天巧克力已经整整聚焦做了十年 颗粒水溶肥的品类在不断地成熟 越来越多的人把颗粒水溶肥也假成为颗粒肥 这十年以来 巧克力一直品成聚焦品牌 深挖市场 到目前为止巧克力已经出口到46个国家和地区 发往韩国的货正在装柜 巧克力的核心使命 就让全球农业增产增收